L.P. 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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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 Fortitude 大家好 我是 LP 战队的Colorho 大家好 我是小KK L.P. 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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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慢荒吧 因为我们不管是1v1还是2v2 都特别的依赖慢 对啊 我觉得我们是四合 我的队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吧 但 在 我想起来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Potitude 选择 最重要的选择 但是 他们 差异得很好 谈论了很多 三个 意见 我认为是一种重要的选择 Po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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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其实常规赛我觉得我们整体表现 我们队友的整体表现一般 然后个人表现的话 我觉得小贝克最好 其他三个选择 可能 相对来说都没有达到自己比较好的状态 我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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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队友都特别特别强 所以说 像 彩瑟和 博耶和 曼黄 他们都要打一个 1-1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个上面 也很难是说 你一定每一次都拿分 然后就是因为 因为 对手实在太强了 我觉得我的队友 在传播下的人都很好 在关键的时候都站了出来 特别是在打F4吧 那一次出现生死战 大家都非常专注 我觉得 就是因为在打F4之前 好几个队 对手都是实力相对较弱的 所以我们比较松懈了 但是 当我们真真真正正的 遇到了 强敌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队友 都发挥得很好 做得好 对手 我知道当时 当时 揽黄说完以后 我就 当时 我也不太记得当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是觉得我可以 因为 因为当时的那场比赛的 胜负 其实已经 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我们好像是 稳定前三者的出现 所以我就想 我上去 打一打了 这样的话 也给队友 分担一些压力 然后这个后来 好像自己搭配的搭配都不够好 后面还是输掉了资产 还是挺遗憾的 不会上 其实从纸面上来说肯定是ELL 我也觉得是ELL 我也觉得是ELL是最难打的 ELL是最难打的 ELL是最难打的 我现在RW的三个选手我都挺关注的 我也比较关注不赖他们的队伍 因为他们也是有人手的 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特别好的理解 我们也会去模仿去借鉴 那我就先跟RW说好吧 你们等死吗 就是这个 你们等死吧 那我就给ELL 就你们不要想说我手上拿到一分 在上一分之后 我们跟RW的一分之下 我们一起去从中间的4个选手 就是从中间的3个选手 然后我们一起去2个选手 就是从中间的5个选手 所以我们终于一起去2个选手 进入1,2个选手 就是那么难打的 我们有2位2的第一K神 就争取不要赢得那么惊险 KK的意思是吊打对手多段 争取不让这种杀兵 我们的团队们都很强烈 所以我最终的努力 我最终的决定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比赛 因为我们是一个永远会创造奇迹和惊喜的队伍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LP战队 我们会拿最好的成绩来回报给粉丝 我们对待比赛一定是全力以赴的 不会让大家失望吧 我们一位就是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